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14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联评节目 现在中共国有钱之后 它赞助帮助那些一带一路国家 这就是习近平搞的所谓国家战略 什么意思呢 和平年代 我要单独搞一个方块队 和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抗衡 你制裁我 制裁我和我们自己玩 就沿线这些国家 后方就是非洲 这是一个大市场 这个习近平如意算盘就在这里 所以今天你看有一个新闻 这个新华社乌兰巴托店 这个由中建四局城间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铁路地下通道项目一号 这个通道 14号举行通车仪式 你看国家经济这么困难 还帮助他建这个铁路 一号先开始了 这是什么呢 你看这样讲的 一带一路 乌兰巴托市铁路地下通道项目 自宗蒙 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下的合作的重点项目 据了解蒙古国350万人口中约一半居住在首都乌兰巴托 随着人口经济增长 城市现有道路承载有限 交通拥堵严重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中共国有好多地方交通拥堵 他不管是吧 就尸进求远 吃里巴巴 把中国老百姓的明智明高 都撒到了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一边和美国抗论 你看看这消息 你不觉得郁闷 感到生气吗 他如果不搞这些东西 你说帮一帮现在中共国这个老百姓 底层的老百姓多好 我相信他这个所谓成见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给人贷款 就是老套路 你搞这个项目 我给你规划 我给你贷款 你花我的钱 用我的劳工 一见吗 对不对 这是多少 中见 中见四局 中铁四局 中铁四局 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记录这方面经验 应该讲 他建这个项目 那小手指的一样 凑凑有余 是吧 能建得很好 但是他一定是这样 人家给人好处 我估计他可能贷款的抵押 就是这个铁路 将来要打起仗来的话 哄之蒙 那蒙古 你还听我的 你看 习近平啊 是在盘算这件事 你可以看他现在搞这名堂 所以战争有可能来临 关于这方面呢 上一场就讲到 习近平 他现在只相信他这些嫡系 也就这些催捧他的小兄弟 根本没打过一天仗 怎么连枪都没摸过 是吧 摸过枪也不会打 就像宋少军 方永强这种人 就相信信任 担任松安军委的什么办公厅主任 副主任 上一场没有讲完 公开资料显示 方永强 58岁 不见厦门人 长期服役员解放军 31集团军 曾任施政委 历任施 历任第81集团军政委 那么退伍军事务部的副部长 监 你看 监副部长 后来为什么孙少诚 现在派到内蒙去认知 和这也有关系 是吧 也就孙少诚估计 可能也是习近平的嫡系的嫡系 这属于方永强 或者是这个宗少军的嫡系 所谓嫡系 就是他当官的过程当中 他相信的人呗 对不对 都是拍马屁的 这个人后来历任 历任81集团军政委 绿军事务副部长 还有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 南部战区副政委 战区副军职 战区陆军政委等职 中将军行 他是20届中央候补委员 你看 他这个 你发现 他这个任职 基本上都是前任助理 其实都是秘书出身 留学拍马的吧 我经常接受东北的官员的秘书 一般秘书都是什么 察言观色 就顺情讲好话 然后可以给领导处理那些 这个吃喝拉扎碎 尤其是 搞出情服私生子的事 他们很善于处理 用两种说法 一种震慑 你再闹 再闹 你关到监狱的去 告诉你死了以后 你无声无息 你吓就哭 不闹 给点钱多好啊 他 你再找别人 就这一套秘书 我跟你讲 就是给领导提鞋的 所以军队当中也是一样 我要告诉你 他提拨这些秘书 将来一旦打起仗 就露馅了 为什么现在军队搞得乱七八糟了 就是和这个情况就有关 因为你想吧 习近平哪有那么多经历 现在所有的事习近平都管 一会儿管厕所革命 一会儿清盘行动 一会儿一人被印度共同体 一会儿又是一带一路 忙活了 他就是让底下的 他的乡亲的马屁警跟着他 比如说中少军 管军队 你看这些军头都不能 和习近平自己汇报 所以他找中少军 实在是重要的 他才能找习近平 明白 张悦霞都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这些军队 都对这个习近平有意见 就和这个中少军有关系 因为他中间差一个层次 这个是在和平年代可以 你就骗吧 对不对 互相骗 打起仗就完了 你就打起仗来 你都一秒钟决策 你靠中少军啊 中少军汇报上去 习近平正在睡觉 在防核打击的军事设施 爬上来 从升降机上来就在半小时 对不对 你要如果防核打击 有升降机吧 你升降机再快一到二十分钟吧 等上来战争结束了 已经被人占领了 所以一打起仗 他就完蛋了 最怕打仗 告诉你 但是现在国内矛盾非常深 他不得不转移视线 有可能擦枪走火 随时都可能打仗 所以这些人事认命 都非常重要 他告诉你 今年二月份的 广西日报报道显示出来的 方永祥当时 是以南部战区 陆军政委的身份参加活动 中共一贯是 这些人事动向不像美国都公布 他不公布 人们观察看到了 说是有中共大外界背景的香港和同社 4月3号发了独家消息 也宗拜 中央军委办公室主任 中央军委办公室主任 中少军已经中将已经在4月3号任职中央中共国防大学政委 你想这个独家消息 那就中共情报部门让这个媒体讲 否则他乱讲的话 中共王小红的势力在香港捏死他们的蚂蚁一样 现在香港已经没有自由媒体报纸了 都是共产党的忽舍 说是称尽管这消息之间无法得到确认 但中共党被习24年4月23号在位于重庆的陆军大学视察 军医大学视察 字评显示 合一同除了和魏东之外 还有呢 就方永祥中将 看见没有 这就证明坏人了 而之前呢 习视察的标配都是中少军 那么方永祥肯定比中少军强一点 因为他在军队历练过最起码人头15个 中少军就是个秘书 他过去是遮大的 他当浙江大学秘书玩 但这个人电脑绝对高手 据说他看我们这视频监控都是他搞 因为习近平看不懂 他向习近平汇报 汇报哪些媒体就是骂你 整一整 是吧 海外骂他最最最他在乎的就是那个小蒋 那个他刚出来的时候 就为什么他他第一个披露习近平四个师生子 咱们是不知道 这个是习近平最害怕的 我告诉你 要不怎么他给他打一顿 那是吧 揍得满脸都是血 是吧 这挺有意思 你通过这个时间可以看 这习近平用这些马屁性 他只能干这个事 中少军并不能打仗 方永祥略有一点不同 那么中少军是在68年10月19号 浙江渠州开化日 讲他的历史 曾任浙江省委副组织部长 组织部副部长 后来成为习近平的大秘 自后随系到上海 然后到了北京 选入军队 兼任军委办公室主任 告诉你 他掌握这个职务 中少军任呢 2017年12月 任军方选举委员会委员 2022年12月许任 告诉你 就是选举委员会最重要 也就开人大的时候 人大代表 户队代表 谁上 就他上 就这个人决定 就委员会决定 我估计 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就是彭里尔 他只是没公布 他不敢公布 他考评领导干部了吗 说宗少军是否调往国防大学 认证 目前没有得到官方信息的证实 因为国防大学 我上次上一场讲到非常重要 你像蒋介石为什么当兵拥戴的国民党 那就是因为黄埔军校 现在宗公的这方面的培养的所谓洗脑 就是中央党校行政学业 军方就是国防大学 原先国防大学政委是这个刘亚洲 所以国防大学里有一批的哥们弟兄拥戴刘亚洲 这正是习近平要把刘亚洲抓起来 看不起关到监狱里的原因 什么因为留着你 你有一伙人 你跌付我怎么办 习近平害怕 所以这一次顺理成长 也没什么奇怪的 这刘亚洲非常可惜 刘亚洲是个人才 今年5月17号 说习在沿岸召开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从中共官媒报道分析 座谈会的视频看 国防大学的政委叫肖天亮在场 校长叫郑和不在 那郑和可能出事 船已任中央军委办公室 办公主任方永祥 宗将谢神 宗少君也露面 他和上将杨学军 林冠心做一排 因为有一些人眼尖呢 每天研究这些东西 这是对的 8月22号 是前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 名单120周年 就在这个会上 也看到了宗少君 那么宗少君是谁 我给大家比划一下 我这电脑 左边这个蓝颜色的 绿颜色的是一个贴 我把所有的摄像头都贴上去了 没有办法 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太敏感了 随时都可能有这个危险 甚至生命危险 我跟你讲 一般人都不敢做这个节目 并不是说人不聪明 是因为他们有个胆 我跟你讲 你就想天天讲人不好 人家不争你吗 人家手里这么多军警特写 你看中央军委 还有暗杀特别形容队 遍布全球 人等咱们很容易 咱们在明处 人在暗处 不得不防 你看是中外观察人士认为 宗少君兼任国防大学政委 意味着军衔再组进生 从中将变成上将 管他什么将 打去仗了以后 我跟你说都是跑了 根本打不成仗 我爸爸当时跟我讲了 他说不论你读多少书 也不论你平常怎么吹牛皮 枪一响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能 是不是真家伙 我问我爸爸 你怎么打仗 我爸爸跟我讲 他就在首先都不怕死 怕死就完了 怕死的人 枪一响 他说有了就直接扑通一声 过得拖不起来 全身都送下了 完了后边的连长和班长上来 用枪在后脑上碰一声 说有很多死了是击毙的 自己击毙的 有艰巨的 一打一仗了 只能前进 你倒退就击毙 他都每一个班都有一个击毙员 就是一个监督员 上级下命令的 饭死后退跑的 一律击毙 击毙几个之后 有些人就不得不前进了 到那天 你就知道战争是什么 可不是玩的 吹牛皮的 吹牛皮的 中国拧毙了 中国强大了 细民就是这么一个软包蛋 我就跟你讲 新冠都支离不着打仗 毛泽东不一样啊 你毛泽东可不是吹牛皮 我给你讲 毛泽东是一路战争当中走出来 我告诉你 他就把毛岸英压到战场上 彭德怀他们越来越打仗 你要知道 越上前线 因为那时候刚刚解放 他们刚娶小老婆 都不想死 毛泽东又搞出一场战争来 对吧 这是其他的新闻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今天网络上 还有好多的重要消息 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 美国之音 有一条消息 讲到什么呢 讲到关于加州 有一对夫妻 因为什么东西被派行了 定罪了 就是到美国去生育旅游 计划搞这个生意的 因为现在有一些人 那华人到了海外 没有别的生存本领 本领只有占政策的控制 因为你生在美国 就是美国公民 由于是有很多中国人 女人 都在美国生育 就出现了一个生意 他告诉你 美国加州 就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一对夫妇经营 帮助中国孕妇 赴美一家公司 竟然还有月子公司 好多呀 这很赚钱呀 竟然现在没有市场了 我告诉你 很多都抓了 但对美国移民当局 隐瞒其将在美国生育的意图 以及让出生的婴儿 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这都是夫妻 星期五 九月十三号 被陪审团裁定有罪 美国的法律 有法官派 也是陪审团 你自己可以选 陪审团选的人 都是守法的公民 讲起来很有意思 一个笑话 我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 英文是不咋地 因为比较懒吧 现在正在学 有一天 就在我那个心想 我有专门的公用心想 就是物理心想 收到了一个政府的公文 就是根据我的表现 就决定我做法庭的陪审员 哎呀有意思 我看高兴坏了 我要等陪审员去看不挺好吗 但是语言咱们不过不安的 我要跟你们讲 其实这个很好 你陪审员 陪审呢 他做精心选的 他一定是精心选的 因为他记得那个心想 那个心想在网络上第一次有 就Villager那个心想 是吧 那心想每天都一大罗 基本都是上访的材料 我一般不去讲 因为不好调查 咱不参与这事 我要告诉你 就是这个到美国来生育 这个就孕妇 这个叫月子 这个生 这个生 这个生育 我见了好多干这个 前几年赚了大钱 我告诉你 现在完蛋了 没有市场了 美国开始处理了 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决 刘维毅 董正 董静 两个人 犯有一项 共谋罪 和十项戏前罪 美国一开始就 吓死你 很多罪 到最后一来 变成罪 变成少了罪名 一大队罪名 他说是检察官和两名被告 的律师 星期五 拒绝在法庭上 发表评论 检察官指控 刘维毅和董静 经营的 非逼宝 月子中心 你知道那美国 卡以前挂黑打牌 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 好多 我接手过 你要干好的 这个东西挣钱 但这东西确实 我认为 恐怕不是个正当生意 还是干的正当生意 哪怕搞一个小的 买买海鲜 其实海鲜也挺好 采购那好的龙虾 买不挺好 干它一个早晨 挣个五七六千 实在不行 开给Uber 我都很喜欢开Uber 我到当场 经常走两圈 可不是什么Uber 我都是帮助朋友 有朋友 你正好你送去吧 那怎么办 是吧 有些人临死 是吧 一般都是多能打学的 教授 老师 什么 是吧 因为我开的 也开的好 有个车 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消息 它在12年到15年 就三年帮助了数百名 参与生育旅游的访客 就中国老百姓都来了 纷纷想成为美国公民 刷赞这个空子 我到这里 只把小孩生下来 他就天生成为美国公民 但回去以后 还有歌颂 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 全是假的 我感觉 我接受好多人 基本全是两面人 都形成习惯了 就是趋力避害 就人格就分裂了 怎么有利自己 怎么讲 所以没有真话 所以我特别烦 就是有些 和一些中国的 过来的人 就是人家不诚实的人 把脚刀特别烦 浪费很多时间 从来不讲实话 全是假的 我就跟你讲 你之后通过他的行动 才判断到 到底有没有钱 过来有没有 这个自己的公司 有没有事业 是不是像他自己 吹的那样 通过细节就看出来了 就这东西很麻烦 有的时候 你都花了很多时间 才能判断 他到底要讲 要干嘛 什么事 我现在在这里 已经和这里 老外差不多少 上次就在 直来直去讲完就行 你要做什么 我能棒就棒 你不能棒就 告诉你不行 就完了 我不愿意绕来绕去 就他这个月子中心 你可以看着 就搞这个虚假的东西 是吧 这些人肯定来 那些人 可能就是知道 美国有法律这个规定 也知道 这可能是一个违法的 但是你想 他回去呢 你回去 我肯定都是 就讲的另一套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事 可能这个事 作为一个 一个点 一个就是一个点 点范了 判完之后 趁着案例了 美国基本是案例法呀 并向这些游客 收取了高达 四万美元的付费用 互相包括什么 他在加州南部 逗留期间 输出的公寓 他一般是这样 月子中心 都先住几套公寓 就闲的房子有的事 你住完 装修好了 漂漂亮亮了 搞上小婴儿床 然后就接这些来怀孕的 就是一般都是已经怀孕的 来了以后 放在这房 照顾 这个精心照顾好了 确实不错 这里阳光空气水 很好 但是你通过这个方式 是为了人这个身份 这首先是欺诈了 这是犯法的 在这个国家是不能造假的 你要实在在的 比如说两个人确实是 这个在这里是 获得永久居留权了 来回了 对不对 那就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去获得身份了 我不太懂 因为咱不懂美国的法律 不能乱讲 我要告诉你 这个欺诈罪 就在美国是大罪啊 在中国撒谎 我不当回事 你当官就撒谎 习近平每天就做出榜样 就是谎言大事 新华社就造谣社 撒谎社 每天就假的 全是假的 你比如说全国是民主 全国是民主 你抓张展干嘛 你抓张叛成 你要是全国是民主 我怎么可能有我这种人 我怎么能可以出来 不能回去呢 我不敢回去啊 你有很多事都没处理完呢 你想想 兄弟都在那个地方 你都不敢给兄弟打电话 一打电话都是很伤心啊 一走就都十多年 快二十年了 到底什么事 不过现在也倒台了 为什么哥还不平凡啊 他也想不通啊 是不是 我要告诉你们 哪有民主 全是谎言 由于领导当撒谎 底线人开始欺骗 就这么简单 你看在中国 城市是个问题 不当回事啊 这里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已经和你们讲了 前不久 就前些年啊 咱刚来傻 实在吧 老朋友来了说 魏平你 我在这没有电话 以你电话租一个车 租一个车 完了我出去旅游 就以我的名义 就租了 哎 这老兄你说 租一个星期车 他一个 跑了半个月才回来 他觉得无所谓 人给打电话 才不接 说不是不接 不懂英文不接 这下完了 那个公司到现在 不租车给我 只要用我这个名字 我这号码就是不租车 为什么 你不诚实 我说这是我借给朋友 那不行 这个国家就是 就是诚实 哎呀 从那以后终于明白了 不管关于多好 呃 我这习习什么也不给你用 你如果倒用的话 那另外一回事啊 我要告诉你在加拿大 在美国 一定记住 城市什么事 就是什么事 一大一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千万别想投机器啊 违法 违规都要必受惩罚 所以所以我就 拍车都很小心啊 我看那一超速那牌子 刚开始咱也不懂啊 西湖就开过去了 只要怎么能开 在国内不就是吧 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开办 是吧 这不是大事 右转左转什么 现在你见到stop 是吧 没有人也要停下来 而且要一 心里要数 一二三 安全走 看人就要停下来 等人 这距离法律 可不想中 我扫一声走了 管他 老子天下地 倒霉了 我跟你讲吧 回来以后就发 最起码发七十块 估计发 发长了以后 吊销之夹照 从考 所以这个 这个案子 是一个 是个非常典型的案子 那这一个案子 详情我不许多讲了 因为这种案子 在 在这个美国特别多 美国还有其他的案子 还有些中国 在国内搞什么 P2P 就是搞那个什么 就是我不太懂啊 就是这些 反正其实就是 这种欺骗了 什么基金 这个基金 这个基金的名堂 是吧 反正搞了很多花样 我告诉你 早晚都在出事 你记住我的话 因为有些移民 出了以后 他看不懂英文 你就是能看懂英文 你那个英文 是什么英文 是个校园里的英文 人是什么小孩呢 我心里话 像小崩豆 是人讲的语言 是不是 你都看不懂 那个合同 人就先优先 你什么 参加这个 几个人几个人 几死 讲了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不诚实 然后进来以后 全都会 载进去了 吃了大亏 吃了大亏以后 你在抵上官司以后 你就劳民伤财 我告诉你 你先记住 在这里 没有报复的人 一分心血 一分汗水 一分钱 老老实实 因为这里 为什么人靠 扣子对的 因为赚钱不容易 你不能 你像中国说心里话 你只要认识一个 公安局局长 副局长 什么找个关系 搞一个什么 叶总会 这个会 那个会 什么都赚钱 这里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在美国 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一定要记住 就是 就踏踏实实 千万千万别搞这些 撒散烂的东西 找来找去话里胡哨 甚至假难民 假这个 哪假那个 我刚来那几年 我也是在这方面 是很有原则 就是有的来找我 就是说 证实他是难民 我都拒绝签字 这个我要告诉你们 有的还是关系挺好的 当时他觉得 我给他得罪了 很好突然间拿出一个担子了 他一个什么朋友 什么什么宗教组织 你江老师 你给签字就能进来 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没有这个作用 我不能给你签字 因为我不了解这个人 是不是真难民 假难民 就这样 将来一旦查 我倒霉了 是吧 就千万千万不要存在 任何这种不成熟的 留下不诚实的记录 我跟你讲吧 那个陈毅生前讲一句话 是还是对的 手末伸手必为首 现在这个钱不能拿 我要告诉你 这是很大的事 那么今天海外媒体 还有一些很多的报道 其中有些报道 充分反映了中共 目前的上层的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激烈的程度 是你们无法想象的 我要告诉你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 中共这个统治 到了这个 非常危险的一个 这样一个时刻 那么习近平必须啊 在党内整肃 整肃 这个所有的 就是肃清所有的正义 他才能够放心 那么今天海外媒体啊 还有一篇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秦刚的消息啊 是自由亚德电台写的啊 这篇文章 我不用看内容 我就是高兴写的 文章写的还是很好的 但是篇幅太长了 我告诉你 关于秦刚这方面的消息啊 由于中共特别的封闭啊 咱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肯定是出了大事啊 出了大事对他的处理啊 我个人的观察看 是应该在三中全会上 集体讨论没通过 就没通过 没有高举侵犯了 那侵犯了以后 就等于进了一个软 就是远近的状态 这个软近状态和监狱也是一样的 我说上一场已经讲到 不许重复了啊 你只有一天 中共垮台以后 你可能才能知道真相啊 不过那时候 他能不能活到那时候 因为你看 习近平现在很狡猾 他让贺荣女性一个官员 一个流血拍马官员 认司法部部长 那啥意思啊 除了秦城关监狱 他都管 你懂了吗 其实包括像秦刚这样 假如就是没判刑 就是没开出算开 给他一个职务 不管什么职务 只要他找人看着 就会坐监狱一样的 因为他知道国家很多命运 你包括彭丽媛的事 和习近平那些丑闻 他都知道 有一个词叫 限制执行范围 最好的办法 就给你关到监狱里去 实在判不了了 那就软禁 那么有谁来负责 贺荣 那么以后 中共在垮台之前 我认为 比如说战争之前 他会下令杀掉监狱的好多人 因为他全是执行者 比如周永康 令计划多起来 他能让他活着 你就想 如果你是习近平 能不能让他先活着吧 什么叫国家执行 国家的丑闻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丑闻要披露 比我们讲的 这剩百倍 你比如说 你要让周永康 出来随便讲话的话 周永康会告诉你的故事 和现在讲的 完全不一样 而且是真实 对不对 你看为什么习近平 他不敢给另句话杀头 也不敢杀薄西来 另句话的弟弟 在加州啊 在美国 薄西来的儿子 在加拿大啊 这都是衣裳牌在那里放 你知道吧 这丑闻在那里放 他为什么到现在 追逃那么多人 都抓回来 为我高岩 他抓不回来 你给我讲 高岩我见过啊 吉林省省省长 我们可不是 吹牛皮 你问问这个 香港文化的人 对吧 我和李永庇 一起见了他嘛 高岩啊 你高岩在澳大利亚 很快就找到了 他怎么不抓他 他手里 国家机密 有很多事 你抓他之前 他肯定有些材料 已经留下来了 作为保命的一个笔作了 你杀完他 那些东西 难可以发表 对不对 你中国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 我跟你讲 就是青岗这事 其实他判刑 不判刑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找人给你看起来 也不用需要什么审判书 你判刑还得有个审判书 对不对 只不过是谁管你 那么当然 如果说这个国家突然间习近平将让对立派抓起来 比如说吧 他说胡志华把他抓起来 比如说啊 给他这派系都整出了 那有可能翻过来 那另当别论 这个很难预测 不好预测啊 对不对 感觉 中共搞到今天 已经不是这一派整个一派 是这个团体的沉默 只不过这个沉默的速度比较慢 比较缓慢 我们正处在这个观察这时期 好 谢谢 再见